你有创业梦吗 说到这个创业 很多人会首选早餐店 因为门槛比较低 客源也比较稳定 但最近有一名网友就说了 他的家人想要花65万 顶让一间连锁早餐店 却被一堆人来劝退 但大家就说不是很好赚吗 所以我们找到了早餐店的业者 才发现原来有很多 你想不到的成本在里头 煎到香气四溢的饺子蛋饼 开启美好的一天 有人就这么吃早餐 吃到想当早餐店老板 都说早餐是一天当中 最重要的一餐 因此很多人觉得 开间早餐店应该可以稳稳赚 最近还有网友发起讨论 妈妈想花65万 顶让一间连锁早餐店 该充吗 PTT网友发问询问 退休的妈妈想接手一间早餐店 已经打好算盘 顶让费65万 但每月营业额30万 就算请三个员工 未来每个月净赚10万 实在很想试试看 不会 因为现在早餐店太多了 对 然后加上要很早起床 注意的事情很多 而且没有自己的时间 当员工比较幸福 随机接访很多人并不买单 毕竟想开一间连锁早餐店 加盟金行情是98万起 还要找店面进货教育训练 像是这位早餐店老板 想了想还是自己创业 你自己做久了 认识的厂商也多 加盟没有意义啊 他有赚的都给他抽啊 早餐前果真还是难赚 老板说四平的店月租5万 人是3万 食材4万 就算起初只投资30万 也花了一年才回本 你不可能说你到这一个地方来 就马上有客人嘛 就是自己要去做公关嘛 对不对 然后拉客人啊 做服务业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行业能轻松赚钱 天下也没有白吃的早餐 东森财经新闻在台北采访报道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